昨天到武漢时间复雨 便去了一场著名的黄鹤邦 登邦之际 夕阳如今 微风袭袭 那一瞬仿佛与诗仙李白 共赏浩浩长江 但我心情实在不配 故人惜此黄鹤 烟花三月下扬州 我所想到的是李白另一著名诗句 安德催眉折腰是全会 使我不得开心眼 想到今天要与湖北大学的同学们交流 我知道 在座有很多是学习影视传媒专业 未来你们会走进所谓的影视界 那我今天到底该跟你们分享点什么呢 刚才关于我们的戏 关于我们的夫妻 关于我们的作品都说了很多 那真话要不要说 还是要说真话 虽然梁道播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昨天 所有的数据都已经第一名了 但无视负面消息是不行的 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所有的作品中 差评最多的一部 尤其是在豆瓣网上 豆瓣网是个好平台 我有很多戏得到了豆瓣的肯定 才被广泛认可 比如2017版的射雕运行传 再比如2018年也就是今年 豆瓣最高分的电视剧 就是我的最美的青春 豆瓣最高分的网络大电影 就是我的灵魂百度点黄泉 我不能因为豆瓣说我好 打了高分 我就借此宣传 豆瓣让有人批评我骂话 我就也骂豆瓣 那不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工作者 应该有的风格 我每天都看豆瓣 虽然还没开分 但我估计着应该在四分左右不到五分 但我说这是我的光荣 光荣 光荣 因为发现豆瓣差评大量涌现时 我请人鉴定过 专家的结果是有组织的黑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过去都说过什么五毛大 因为这个差评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点是说我三观不正 封建思想 这应该是对一个系的总结 对吧同学们 但是这种评论是在开播 还不到几分钟的时候就出现了 你开播不到几分钟 怎么能总结 你怎么知道 我这个系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明明是在批判封建嘛 另一个黑的是说月娜老师整容脸 这个差评几乎也是在开播几分钟就有了 而且直到今天 所有说月娜整容脸的那个评论 跟开播几分钟的时候的腔调都完全一样 就是亲爱的请你们看一看第一集好不好 前几分钟月娜老师没出场 戏是小河谷小鹰子的 你们要是在在片花里有了这个评价 对这位主演不喜欢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在开播当日的几分钟 集中在这个豆瓣网上评论呢 有朋友告诉我导演 现在好剧都被黑 而且黑一条 做一个黑评论只需要花五块钱 涨价啊 以前叫五毛党 现在五块 黑你的人 无外乎就是竞争的戏和竞争的平台 可以查到也可以直接黑回去 因为我们公司大呀 宣传人很多 宣传经费也有 我说第一我绝不会黑别人 第二不用查我也知道是谁干的 是那些试图垄断影视行业的黑试地 操纵并买卖收视率的巨大利益集团干的 娘道是2017年拍摄的 2016年拍摄的 2017年做完后期 迟迟不能安排播出 我就纳闷 合同早签了 电视台为什么不播 直到今年 一次活动上 这次活动是什么活动呢 是国家授予我得意双新艺术工作者的表彰 在这个活动上 我见到了 买我片子那家电视台的台长 台长听过我的汇报 才知道 我有一部用心拍的好剧 一直没有被安排播出 就让下面的人联系我 我很快应邀到台里去做客 认真沟通后 又时辰大喊 几个月再无消息 我削尖脑袋的打听消息 终于明白了 没拜对山门 找台长都没用 得找卫视总监 这位卫视总监是新患的 我以前不认识 见面没有几分钟 我就听明白了 新领导有个新规定 只要不花钱买收视率是绝对不会播出的 而且买收视率得找他们指定你的人 从那位卫视总监的会合厅里出外 我回想之前影视行业里的种种传闻 我以前从来没有信过 因为这种事以前都是 都是制片人或者 或者发行站 这次我 因为别人找不到 领导不见 所以只能我自己去见 全都证实了 而且落在了我自己头上 我当时气得直哆嗦 幸好我学了几天华剧表演 在这位卫视总监最得意的亲信 该电视台购片主任面前 我丝毫没有冒马奖 这一名购片主任命令 我当天下午就去见 他们指定的人谈好收视率的价格 看我的表现 决定是否给我播出 我离开卫视大牟直接奋奋 火车站孤身一人 来到他们指定的 做收视率那位大神所在的城市 大神很热情 表示已经等了我几个月了 他笑我愚钝 告诉我早就应该 卫视的这位领导 你出去行吗 卫视的这位领导 你出去行吗 这位卫视的总监最得意的 你再不出去我急了 卫视的这位领导 你出去行吗 我再跟同学们演讲 我孤身一人 埋到了他们指定的 那个做收视率的一个大神所在的城市 大神很热情 表示已经等了我好几个月了 他笑我愚钝 告诉我说 你早没听说得找我吗 你找我 去早播出啊 他给我开出 一级九十万一级的 做假收视率的价格 而且还不保证我播出以后 能播第一点 我一算 八十级 八九七十二 七千两百万 让我去做收视率 七千两百万 够所有同学的学费 够一个学校的好几年 七千两百万 今年为了弘扬赛汉霸精神 投拍的最美的青春 我们完美见信就投资了七千两百万 那是献给伟大祖国的绿色史诗 央视一道播出播一个月 一个戏播一个月 就要一套一个月的播出节目 才七千两百万 我娘到卖给这家电视台多少钱 一百三十万一集 我们花那么大力气 这么多心血 月月娜演戏 进了四次一院 拍好了一个戏 我们要花百分之七十 给他们交保护费 才能播出吗 我怀着一个编剧特有的好奇心 刚才我有女孩问我 怎么了解生活吗 我怀着一个编剧特有的好奇心 跟这位大神聊天 两个小时 这位大神把 最近几年播出的所有大剧 全都说了一遍 他说没有一个戏不是买收入率的 他说去年播的一部 特二的某部电视剧 是三个团队一起买的 买到最后收入率 加在一起都加不下去了 这位大神谈谈而谈 真是我 我实在是非常的佩服 他还说 今年有一位某位 两位著名当红明星 拍了一个戏 花个钱做收视率 但是没找他 所以没做上去 于是卫士很生气 决定绝不给这家公司付账 他还告诉我 曾经公开反对过收视率的 游小刚导演 被他们戏弄过 今天戏上去一点 明天就掉下来了 他们可以操作 掉到0.2 明天又上去 又被掉下来到0.2 我问他 为什么卫士总监 那么相信你啊 他说这家卫士不行 这家卫士播什么系 都是0.2 0.3 之所以现在的收入率 都是靠买的 而所有的买手中 他是最靠谱的 我当时 汉堡都战利了 我说一个国有卫士的总监 居然相信自己工作的卫士 不相信自己工作的卫士在全国的影响力 而相信买收视率 做假 收视率的人才是他的救星 这是什么问题 同学们 这是信仰问题 这个人信仰已经没有了 一个人信仰都没有 还掌握着国家辩制台的重权 目的何在 我惊讶地得知 这位大臣跟我说 档期的事 不用再跟购编主任多通了 跟他说就行了 卫士总监 他来帮我协调 那个卫士的档期 由他说不算 我说不算